一辆轿车突然间快速冲撞前方的箱形车 导致轿车翻覆起火花 箱形车撞护缆车头毁 让人看了注目惊心 但其实这不是一场简单的车祸 仔细看翻覆轿车后方 怎么还有一辆白色轿车擦撞呢 原来这辆白色轿车才是造势驾驶 带您来还原 发生在彰化园林中山路上 A车装性驾驶一丝缓绳撞上前方的B车 B车又撞上再前方的D车 紧接着B车就翻覆起了火花 D车则是撞上护缆车头全毁 而整起车祸又波及到另外一旁的C车 导致4车追撞造成6人受伤 分别送往张机以及原机的部分来救治 目前已诚信驾驶的伤势比较严重 目前还在现名不明当中 还在张机救治当中 B车诚信驾驶由于伤势严重 惠名当中其他5人轻伤 而肇事驾驶则则是身体多处擦伤 目前造势的造势的驾驶 目前已经排除酒驾的可能 那详细调查详细造势的原因呢 我们会再进一步的来调查 没有酒驾也没有前科 但为何会恍神那样4车追撞呢 警方还有待理清 记者 宋豪报道 番笔 2 1 感谢观看